大家都在笑邓沙魔术表演失败,但有谁注意到她老公的表情? 妈妈是超人,这档节目已经陪伴观众两三个月了,现在她的最后一期节目已经播完,大家都很不舍,以后就很难看到那些可爱的门娃了。 而除了对门娃不舍外,那些明星老妈们也让大家不舍,因为观众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带娃经验。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明星的私生活,观众一直都对明星的生活感到好奇,而这档节目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,所以节目就很受欢迎。 因此她收官了,就引来很多人的不舍。 在收官的这一期节目中,所有的妈妈和门娃都聚集在一起,画面很温馨。 就连老爸们都被节目足清来了,还装扮成玩偶和孩子们互动,不不还被自己的老爸吓哭了呢? 。 为了有一个完美的收官,妈妈们都向大家表演魔术,黄胜一和贾静文魔术表演的都很成功,把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,下面的观众也都很捧场。 。 霍思燕表演的时候结尾出了一点小意外,其他方面都很好,但到邓莎这就很尴尬了,她的表演直接垮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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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杀要表演的是用一块布把桌子拉起来,这听起来就比较扯,不是一般的脱离现实啊,但等杀还是挺静止的,一开始表演的像模像样,孩子都被鼓住了 但当他邀请孩子上台和他一起拉布的时候,桌子底下绑住的胶带就被台下的亨发现了,他的表演瞬间露出破绽,孩子都跑上来查看漏洞 这场魔术表演算是失败了,台下的妈妈和老班们也是笑个不停,邓杀自己也是很无语 当大家都在笑邓杀魔术表演失败的时候,有谁注意到邓杀老公的表情呢?邓杀的老公看到他的魔术表演被孩子揭穿,朝邓杀露出一丝宠溺的笑容 这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甜,就像处于热恋气的小情侣一样 而且这种笑容里面包含着对邓杀的爱,邓杀虽然已经32岁了,但感觉他就像个孩子一样,节目中常常表现得很孩子气,比较爱玩 而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肯定和他的老公分不开关系,只有常年被宠爱的人,心性才会一直保持住单纯 邓杀的老公估计很宠他吧,从他看邓杀的眼神和邓杀不成熟的性格就可以看出,而这种爱情不就是大家向往的吗? 32岁的邓杀可以说是活成了人生赢家,不仅有疼爱他的老公,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,希望他们一家难过一直幸福下去 32岁的邓杀